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马铁道公司联营矿业货物私人有限公司主席纳华威表示 工作人员在展开修复工程时 发现有约100公尺长的铁轨 因为严重弯曲而无法凹直 所以他们被迫将弯曲的部分切割 并且换上新的轨道 因此导致通车时间延迟了 虽然一边的火车轨道已经开放 但是电动火车的班次可能会延迟30分钟左右 如果乘客因此而不想使用火车服务的话 可以到邻近的火车站办理退费 或者是修改行程 至于整个轨道修复工程与清理工作 预计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完成修复 并且恢复通车 换个焦点 教育部长马哈基尔说 凡是校龄超过50年以上的学校 都将进行更换升级现有的老旧电线线路 以免发生电线短路的意外 他说全国有10,176所中小学 大部分都属于六七十年代的建筑物 有些甚至超过了五六十年了 另外针对废除UPSR 他强调说这只是他的建议 并不是教育部说了算 必须综合各造的意见才能够定案 而且他说废除UPSR并不代表从此以后就不再考试 而是新考试的制度下 不会再有百分之百以考试成绩为准 还需要纳路其他例如说 课外活动行为操守等等的表现做全面的评估 来看下一则新闻 首相那集明天开始将到中国展开围棋一个星期的官方 据大马驻中国大使在努定透露 早前已经被印尼总统佐克威邀请担任国家经济顾问的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将会跟纳吉会面商谈跟数码经济有关的课题 两人之后会不会公布什么合作计划 备受各界的关注 另外在努丁也透露 除了会跟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双边会谈 和礼貌拜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外 纳吉也将见证中国政府和商界签署多项的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 最后来看有关税务的新闻 内陆税收局指出 无论是个人或公司户头 如果在短时间内平密的交易房地产 将会被归类为商业活动 需要缴付营业税而不是产业盈利税 根据新周日报的消息 税收局将重新检视在两年内出售三个或以上的房地产的纳税人 还有公司的报税户头 要求那些按产业盈利税承报的房地产买卖改征营业税 并且向他们征收高达45%的假差 税收局发言人强调 这不是新的税率 而是为了控制炒房现象 另外税收局将扩大追税的对象 凡是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 转让或者是出售房产超过一定数量的人 必须缴付营业税并给予重罚 锁定的地区包括雪龙 槟城和新山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